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视频 我是拉风牛 那么这期视频呢 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这个最新新疆车 永药纪元的皮肤啊 那么先来谈颜值方面的问题吧 很多人呢 都说永药纪元 它的圆皮像那个点券车一样 没有一点新疆车的样子 而这款皮肤的颜值的话 我觉得哈 有点像那个免费车的天马行空 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款证 我是这样觉得的哈 好的 那抛开颜值不谈的话 我们来谈手感方面的问题吧 这款皮肤的话 相对比圆皮的手感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点提升的哈 但是提升不大 转向呢 依旧是跟圆皮一样贼拉垮 所以这款皮肤的话 我觉得可以弄 也可以不弄 那实战跑命了 我们应该用这辆车来跑跑计时了 这把跑一下这个 美洲大峡谷 都知道美洲大峡谷是独行者的王图 所以呢 我就直接用这辆车来试试看看能不能直接套用独行者的跑法 前面的话 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主要是我配上了贪婪这个宠物 如果说没有贪婪的话 这辆车其实在很多图都不能跟上这个独行者的跑法 所以当初选择抽贪婪不抽女娲的小伙伴呢 这个做法还是挺正确的 因为我现在的话 其实我都有点后悔抽那个女娲了 因为就算这辆车我不玩的话 那天行者我肯定是要抽的 而天行者的话是不加女娲的属性加成的 只加贪婪的 所以呢 你们懂的 然后这辆车跑峡谷跟竹心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啊 延长不够 所以这辆车在这里没几满淡气要卡一下气 而竹心者的话 他跑这张图整张图下来是不需要卡气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这辆车能撑多久 我个人觉得哈 应该撑不了太久吧 因为说实话特性流氓 基础属性不行 他也没办法撑太久啊 好的 那最后跑了个1分17点几 我用竹心者的话也是跑1分16点几而已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可以点赞投币支持一下